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白在学校时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欺负 不过小白也不是好惹的 上去就是一顿暴揍 他暗恋学校的小鲜肉小帅 但是小帅却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 这天老八在垃圾堆里意外发现了个音乐盒 于是便将盒子当生日礼物送给了小白 小白打开盒子 发现盒子上写着可以许七个愿望 小白不以为然 认为这是哄孩子开心的玩具而已 夜晚小白发现一直和他作对的龙套妹 把他老爸捡垃圾的照片放到了网上 于是摸着音乐盒随口许了个愿 希望龙套妹浑身烂掉 回到学校的小白意外发现愿望成真 这下把小白高兴坏了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音乐盒在帮他实现愿望的同时 也会带走他身边人的生命 就这样 在第一个愿望实现后 陪伴小白长大的阿毛离奇死掉了 很快 小白再次许下了第二个愿望 希望小帅能疯狂地爱上自己 果不其然 隔天小帅就当着女友的面搭讪小白 随着愿望的实现 他的一个土豪亲戚王大爷意外地死在了鱼缸里 为了改善家境 小白再次许愿 希望能继承王大爷的所有财产 结果真的实现了 一夜之间 小白就成了爆花户 于是 小白带着自己两个闺蜜 陷入了暴走模式 各种买买买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好 而这一次 盒子让邻居大婶给挂了 为了彻底搞清这个盒子 小白找到一直暗恋自己的同学小明 小明找到了董行的表姐 表姐告诉他们 这个盒子能帮人实现七个愿望 但是如果你抛弃 遗失 或者卖掉 之前的愿望就会全部失效 而且每当音乐响起时 就会有厄运发生 回到家的小白 发现老爸又在捡垃圾 心烦意乱的他 于是又许了愿 希望老爸能做点有意义的事 很快 老爸摇身一变 成了文艺男青年 还组建了乐队 这一次 领便当的便是小明的表姐了 小明感觉这事 肯定和那个盒子有关 于是便让小白 把盒子给扔掉 但知道甜头的小白哪肯 回到家 小白再次许愿 希望成为学校最欢迎的小花 果然在聚会上 他获得了所有人的青睐 小白逐渐发现 自从有了音乐盒 总有人在深夜跟踪他 而且身边的人都莫名的死掉 心烦意乱的把这事告诉闺蜜后 他们建议他把盒子扔掉 可害怕失去一切的小白 最终还是没舍得扔 很快小白就亲眼看着闺蜜黑妹 死在了电梯中 小明再次找到了小白 原来这盒子有过好几任主人 但都没能善众 因为七个愿望实现后 自己的灵魂就会被盒子带走 随后两人对盒子进行了各种破坏 但都没能回掉 隔天小白就发现 盒子居然消失了 与此同时 两名警察出现在家中 称王大爷因为偷税漏税 所以政府要收回房子 失去盒子的小白 被打回了原形 老爸又开始捡起了破烂 巨大的落差让小白很是沮丧 很快小白就发现 盒子是让金发妹给偷走了 抢回盒子的她再次许下了愿望 希望母亲复活 转身就看到了自己的妈妈 但小白很快就发现当初这音乐盒就是老妈给扔掉的 而此时的音乐盒响起了音乐 复活的代价就是老爸的意外惨死 彻底崩溃的小白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 希望回到捡到盒子的前一天 果然小白回到了过去 并且抢在老爸之前拿到了音乐盒 并将盒子交给了小明扔掉 但是已经许完七个愿望的小白 最终南逃厄运被车撞死 影片最后准备埋掉盒子的小明 忍不住好奇心打开了盒子 等待小明的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夺命潘多拉》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呀